阿娘惟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翡翠檸檬啦 翡翠檸檬 綠茶 一杯35塊 我坦白講 這一杯我覺得它只價值15塊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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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啊 真假 黑糖珍珠鮮奶茶 大龜綠茶 老大紅茶 阿娘惟 經典口頭茶 阿娘惟 然後還有這個甘蔗青茶 那最近吵最兇的是什麼 連廖老大他自己本身有去巡店去喝啦 這個甘蔗青阿 聽說他們沒有照著SOP的流程去做退冰 全部都臭生魚 廖老大自己親自告訴這些加盟商說 他們如果再這樣子繼續亂搞下去 撐不到過冬 阿我們今天來喝喝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這麼慘 我們先從第一杯這個甘蔗青 從清淡的喝到重口味 先來茶這個最後 來 我們請我們的大哥先喝喝看 平常因為我們有在品茶 就是都會去喝一些不同飲料店的茶品 然後都是以無糖的 你這個應該是甘蔗青無糖啦 對不對 我覺得他這個甘蔗青無糖沒有什麼問題 甘蔗的味道是有的 然後我為什麼會問說是不是無糖 因為喝起來後面有一個茶的色味 所以代表說你本身沒加糖 茶本來就是沒有加糖會色是很正常 對阿這個沒毛病 阿娘味這個是什麼東西 翡翠檸檬 翡翠檸檬 很酸 很酸 他說甜度是固定的呢 冰跟甜是固定的 很酸 喔這喝下去真的阿娘味 難怪許這個名字 對阿 真的 這個有酸 現在現階段喝完這兩杯 我坦白說 像這種一杯可能 蛤 我真的阿娘味 他的這個甘蔗青炒65塊 對阿 定價方面 甘蔗青65 然後這個阿娘味60 這個 綠茶 一杯35塊 茶喝起來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什麼茶香耶 我坦白講 真的不通 不好意思 大愛 抱歉 大愛 抱歉 真的 大愛 你真的要跟你們家盟主說一下 這真的大愛 抱歉 但是 咿 未來男友差小 高興 哥 抱歉了 這個茶我真的 沒有辦法誇獎 因為 如果今天這個一杯是15塊 這樣子喝 我就覺得OK 但是 我坦白講 這一杯我覺得他只價值15塊 現在夏天其實喝都很大口 一杯飲料一下就喝完 如果這個一杯35 然後是這樣子 大家可以去買買看好了 喝喝看 喝起來也沒有香味 就是很像 一個白昆水的感覺 啊 一點點茶味而已 我感覺水太多 老大紅茶 抱歉 我們這個真的用Rio的 你紅茶有加半糖就對了 沒有紅茶是 我跟他說我要無糖 他跟我說 紅茶無糖不好喝 會社會苦 啊我就說好 不然你覺得哪樣比較好 他說半糖 憑良心講 嗯 他們家的茶品 大眾 沒特色 喝起來也沒有感覺有什麼特色 因為就是普通的茶 對 沒有特別說 他的茶是像人家 可能紅茶 他是 會有香氣 有一間專門在賣紅茶店 他們可能他們的茶類 都是有分說 他會有香氣的 我這樣子喝啦 你不要給我看說 這是什麼牌子 都不要給我看 不要啊 飲料 15塊 我飲料 15塊 飲料 幹嘛你賣香紅茶 不是沒那麼喝 但是喝下去 就是 15塊 每天幾乎都在喝這些茶類 因為我不喝甜的 紅茶 我也都喝無糖 那15塊 我就 沒有到 賦予品牌的價值 沒有到啦 今天不是說花不起35 也不是說35 哦你 暴力 我們都沒有講這個 是說 35有沒有到那一個價 我們也是消費者 對 只是我們拍攝影片開箱 很普通的 未來男友在批評 我知道他們店家 每個月盈餘有拿10%來做捐款 但是 如果說 這一個10%的捐款 是把它反映在價格上面 其實短期可以 這一杯我誇獎 這黑糖珍珠可以 我告訴你 店賣冠 這第二號類的稍微概念 綠茶紅茶 35 我價錢 這杯65是最有價錢的 這個珍珠 裡面稍微點點點 那些人說 那天有在打說 黑糖奶的部分好喝 但是珍珠的部分 有一段不夠點點啦 這顆珍珠像Bewis這樣 那個避震器一樣 有點硬 你今天價格在這個位置 喝起來的品質 就要到這個位置 你沒有到的話 當然人家就會批評 因為今天你如果是一杯紅茶綠茶 你如果一杯賣15塊 我說真的賣 絕對賣說什麼 因為當作茶在喝而已 可是一杯35 沒放當作茶在喝嘛 35 我要 多少錢一罐還有2千cc 不過這只有 這只有705而已 這個品牌算是 瞬間光環加持 啊我 我也不敢說太多 我待會說太多 我待會是網路用砲風說 買一個量啊 買一個量啊 再說什麼 廢話不講了啦 就總結一下 小弟不踩啦 也還沒有什麼本事跟成就 但是有一點小小的意見 是覺得說 因為廖老大的光環太大啊 大家打著他的名氣 要去加盟是很正常 因為現在這年頭 網路媒體時代 大家就是出來在蹭流量的 但是 做生意不外乎就是人 還有誠信 大這個人沒問題了 我們現在是誠信 誠信以上 這個東西 這個品牌 他所帶給消費者 他去喝起來的這個口感 有沒有符合 這個品牌的價值 台灣的 起伏很大 一下子就跌下來了 真的不小心讓你看到你 那個直播的時候 不好意思 那嘴下的流情 我們 小腳的臉部 加起來兩個 還沒有到100萬訂閱 待會讓我讓你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 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 這次爆紅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上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